苹果皮的话苹果就不存在 没有自慰的苹果存在吗 没有 苹果跟苹果自慰是一样不一样的 苹果是眼睛看得到的 苹果自慰是时事长得到的 眼睛看不到的 苹果的香味是鼻子闻到的 眼睛看不到的 那所以苹果的自慰 香味 皮 形状 这些都是苹果的成分 苹果存在都是依赖着这些的成分而存在的 教界平常我们教育当中提到的 一切法绝对不是能独立实质有我 能独立实质有我 大概就是你就了解了 确实没有能独立实质有我的 都是依赖因素 依赖之分 依赖它的成分而存在 我们的武 Probably 我们的重 take over the podcast 请不吝点赞 它的第一收集 咖啡的 Буд跟大家 游戬 如果法径的 要按照 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 以日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有爱的阿拉斯加犬 吴先生和妻子最大的嗜好就是登山 这一天他们夫妻二人 来到了山脚下的小村庄 准备在村庄里过夜 等隔天再攀登那座高山 老公 这座山可真高啊 是啊 我们今天先在这个村里住一晚 明天早上再上山吧 嗯 然而 正当他们俩走进村子里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村民 正拿着木棒 残忍地殴打着一只阿拉斯加犬 咦 哪来的狗叫声啊 怎么叫的这么凄惨 走 我们过去看看 我养你是让你来偷吃的吗 今天我会把你打死顿了吃不可 吴先生和妻子见到这一幕后心声不染 于是便出钱将那只阿拉斯加犬买了下来 哎呀 真是太残忍了 他怎么能这样对待那只狗呢 你要干什么 这位先生 你再这么打下去的话 这只狗会被打死的 哼 我就是要打死它 狗本来是看门的 这条狗可好了 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竟然偷吃了我挂在墙上的腊肉 你怎么能证明是这只狗吃的呢 家里又没有别人 不是他吃的 难道腊肉会自己长翅膀飞了吗 他吃了我的腊肉 那我就把他打死顿来吃 先生 这样吧 这只狗你不喜欢了 不如就卖给我吧 我正想养一只狗呢 这只狗的头都快被我打烂了 活不了多久了 这样的狗你们也要 没关系 只要他还活着 我们就买下来 好吧 那就卖给你们了 吴先生和妻子买下那只狗后 立刻开车将他送到东武医院进行救治 他伤得太重了 得赶快送他去医院 要不然他会死掉的 好的 我去把车开过来 狗狗 你一定要挺住啊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到了那里 你就得救了 然而 动武医院的诊断结果令人担忧 那只阿拉斯加犬伤势严重 他的头骨碎裂 血不停地从嘴里和鼻子里流出来 无论怎么止血都止不住 医生 这只狗怎么样了 他还有救吗 哎 他伤得太重 头骨都碎了 血到现在也止不住 我想他可能熬不过今天晚上 但是那只狗挺过去了 他活下来了 大家还帮他取了个名字叫将军 因为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战胜了死神 大家都相信他一定能恢复健康 然后像个将军一般威风凛凛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相信你 你先去睡一下吧 这里有我守着就行了 嗯 狗狗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哦 天啊 奇迹出现了 血竟然止住了 他活下来了 真了不起 受了那么重的伤 流了那么多血 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是啊 这只狗真是坚强 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很威风的 嗯 对了 你们要不要帮他取个名字呢 叫他什么好呢 我看就叫他将军吧 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 然后像个将军一样 威风凛凛的 嗯 将军 好名字 将军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看来他也喜欢这个名字 吴先生夫妻二人 经常去外地登山 而不在家 因此 他们实在无法好好照顾将军 于是便将将军送到了动物收容所 希望能有好心人来领养他 你们两位放心吧 将军在这里一定能找到爱他的新主人的 将军 再见了 保重哦 这个动物收容所里的狗狗非常多 而且陆续都有狗被送进来这里 由于收容所无法容纳那么多只狗 因此 如果狗狗在这里待满三十天 却还没有人来领养的话 就会被送到更偏远的另一处收容所 但由于那里过于偏僻 几乎没有人会去那个收容所领养狗狗 等时间一到 狗狗最终的命运就是被安乐死 最近来领养狗的人好少啊 我们这里的狗越来越多了 是啊 有几只狗已经待满三十天了 如果今天再没有人来领养的话 就要将它们送走了 唉 如果它们被送到那个偏远的收容所的话 被领养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我们的经费不足 养不了那么多狗啊 唉 那只叫将军的阿拉斯加犬 来这里多久了 应该有二十几天了 来收容所领养狗狗的人 都没有人选择将军 将军在这里已经待满三十天了 如果还没有人来领养的话 明天它就会被送走呢 请大家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狗啊 哎呀 好多狗啊 将军 过来 这只阿拉斯加犬名叫将军 你们看它怎么样啊 这只狗太大了 我想要养小只一点的 那你呢 喜欢这只阿拉斯加犬吗 它的头上好像有伤 我不要受过伤的狗 对不起啊将军 我帮不上你的忙 第二天 这是将军留在收容所的最后一天了 如果没人来领养 那它将会被送走 将军吃吧 这是你在这里的最后一顿饭了 唉 今天一味领养者都没有 将军啊 你在这里只剩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好好享受吧 将军竟然将自己的食物 让给了另一只行动不便 裹着脚的小狗 而且还贴心地叼着饲料盆 让小狗能够轻松进食 这又爱又温馨的一幕 恰巧被一位刚走进来的领养者看见 那位领养者当下即决定要收养将军 天啊 好有爱心的一只狗哦 这只狗叫什么名字啊 它叫将军 嗯 将军 好名字 我想要领养它 从此 将军有了新家 新主人一家人都非常的疼爱它 善良的将军 用爱心为自己赢得幸福了 赵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学佛人 他时常帮助一些受伤生病的小动物们 在他眼中 动物和人类一样 都是有着丰富情感的生灵 不要紧的 你这只是破了点皮 我给你擦擦药就会好起来的 阿良 你每次出门都会随身携带这些药物吗 是啊 这样一来 如果我遇到受伤的小动物 就可以及时给它们做一些简单的治疗了 阿良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动物啊 其实 动物跟我们人类一样 都是有感情 有喜怒哀乐的 见到它们受困无助 我们怎么能置之不理呢 在赵先生的影响下 他的家人和周遭的朋友 也渐渐开始学着互生放生 这一天 他住在乡下的父亲 看到一只小乌鸦 因为飞到马路上而被车撞到 那只小乌鸦伤得很重 它有一条腿断了 头低低地垂着 眼睛也张不开的样子 看起来奄奄一喜 因此 赵先生的父亲急忙打电话 询问赵先生 这该如何处理 哎呀 他的情况不妙啊 再这样下去会死掉的 阿良 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乌鸦 情况有点糟 他的脚断了 该怎么办呢 爸 我看过很多脚有问题的鸟 一样活得很好 你先别放弃 帮他擦药包扎一下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看 嗯 好吧 我试试看吧 几天后 赵先生赶回乡下的老家 当他回家后 发现那只小乌鸦腿上的伤 已经完全好了 但却从此成了一只脖脚鸟 老爸 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它会好起来的 是啊 没想到它恢复得这么快 短短几天伤口就好了 只是断了的那条腿没能保住 它现在只剩一只脚可以站了 没关系的 爸 我再带这只小乌鸦去给兽医治疗 那样的话 它应该很快就能飞回天空的 也好 那你把它带回去吧 赵先生将小乌鸦带回自己的住处后 便将自家院子里的小花铺给围了起来 以防只野猫来吃了它 嗯 这样一来 野猫就跑不进来了 赵先生坐的围栏 上方并没有屋顶 因此 小乌鸦若是想要飞走的话 是随时都可以的 你要走 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我绝不会拦你的 但是 你要用飞的方式离开这里 这样才表示 你已经能够保护自己了 另外 我还有个请求 你想离开的时候 能不能让我看到 跟我打个招呼 这样我才知道 你是自己飞走了 而不是被其他动物给吃了 小乌鸦刚开始 只能飞三十公分高 但是 随着身体一天天的康复 它飞得越来越高了 看来 它的体力一天比一天好了 我想过不了多久 它就能重回蓝天的 这一天下午 赵先生刚走进院子里时 就看见小乌鸦飞了起来 它飞过围栏 停在了墙上 朝着赵先生叫了两声后 便飞走了 哎呀 它已经能飞得这么高了 这样 它应该可以回到野外生活了 走吧 不过 你飞走后 希望你能回来一次 让我知道 你活得很好 这样我才能放心 小乌鸦终于能自由自在地飞翔了 老爸原本以为它会死掉的 可是我们救活了它 更特别的是 它竟然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它是当着我的面飞走的 想想这几率有多低 这围起来的花圃是没有顶的 它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可它偏偏等我到了院子里才飞走 在小乌鸦飞走后的隔几天 它按照约定飞回来了 而且还在赵先生家停留了一晚 才再次飞走 看得出来 它飞得还不错 也可以好好保护自己 不知道小乌鸦现在怎么样了 说好了要回来让我看看的 小乌鸦 你回来了 你是回来让我看看你活得好不好的吗 你真的有遵守约定 对了 我有给你准备好吃的哦 我这就去拿 它飞得不错 可以保护自己了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之后 小乌鸦再也没有回来 它真的只回来一次给赵先生看看 赵先生望着花圃 小乌鸦时常会这样想着 或许小乌鸦已经加入了其他的乌鸦群 也或许小乌鸦找到了它的父母吧 赵大哥 你养的那只小乌鸦飞走了吗 是啊 它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了 该去找属于它自己的生活了 听说 它回来过一次 是啊 那是我和它的约定 我跟它说 你飞走后 至少回来一次让我看看 这样我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结果它真的飞回来了呢 没想到乌鸦也会守信用啊 是啊 所以我常说 动物是听得懂人话的 你对它做的事 它都明白的 是啊 将心比心 我们大家都应该善待那些小动物的 四个月后 赵先生又一次回到乡下老家 他父亲告诉它 那只被它们救起的小乌鸦 最近经常来看望它 阿良 你知道吗 之前我们救的那只小乌鸦 最近每天下午都会来看我 啊 这怎么可能啊 我住的地方离这里那么远 坐车都得花七个小时 那只薄了脚的小乌鸦 怎么有办法飞这么远的路呢 爸 你不会是认错了吧 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 但是那只小乌鸦 摸着一只脚 所以我才能认出它来 而且我叫它的时候 它还会像以前那样看我呢 是吗 难道它真的回来了 不信的话 下午你和我一起在家等 看看是不是它好了 嗯 好啊 当天下午 那只小乌鸦果然又飞来了 它就站在赵先生父亲家门外 小乌鸦依然还是用一只脚站着 但飞行时驾轻就手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阿良 你看 小乌鸦来了 是它 没错 真的是它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小乌鸦在赵先生父亲家 待了半小时左右 才又再次飞走 它每次来都会停留一阵子 等确定我有看到它之后 才会飞走 嗯 我想 它是回来感谢你 当初救了它一命吧 或许 或许吧 也许它是回到出生地来找它的家人 但不管怎么说 这只小乌鸦可真通人性啊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 台湾救狗协会 慈悲置业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药师宝灿 护生小红山 恭请广乎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重 日期1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 7楼 恰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 参与训习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观世音菩萨 书胜功德日 善恶行 成一百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 年度共生 护生 总会相 12月28日 星期四 新逢阿弥陀佛 圣诞潜系 举办精进佛医 早上九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 及法务指导 声众 共同领众 12月29日 星期五 三十系列 超度法会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新义法师 柜台法师 广乎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宜兰县 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 参与 训习 同瞻法医 共同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秋 请务必遵守 防疫规定 作词 母向上师问道 因与果 可分为两者吗 上师答道 一一有情重 皆具正五值 佛超越时间 不分因或果 无有新事物 可寻或成就 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节 祝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我们应当拒斥爱与恨吗 上师答道 五毒无需予以拒斥 决心亦非虚达之事 敌人非是憎恨标记 亦莫以爱气己与有 你空性的心 是一切的作为者 因此你可以坚定信节 五毒情绪乃自行消融 祝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轮回与涉及涅槃各自为恶与善吗 上师答道 轮回自信 乃为一元法 一元一指非实 烧即是 瞬间即是 其自信为空 超越善恶 乃横食空卯 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节 祝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三生是如何在一己之内的呢 上师答道 心的空性 自信是法身 其能知为报身 其不受限的功德为化身 你可以坚定信节 三生本出即在一己之内 其根本上离于三毒 祝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法性的自信 可运用于修持之中吗 上师答道 了正自信其空性 本质时 如见佛果 非须到达之处 亦非藉由归于三宝而得 非为藉由努力成就 而造之物或法 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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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